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當初剛剛在講那個BinaryX的時候也用過 200位同學體重跟性別,當時只有一個解釋變數X1 那這個資料其實還有X2 所以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Y和X1和X2之間的關係 那你去fit這個資料之後,你去fit一個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會得到以下的這個分析的結果 那第一個你可以發現係數的估計是8.02,0.58 還有結局是-42.57 那紅色框框裡面就是不同係數的信賴區間 這個做法概念上跟simple linear regression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風詞會比較複雜,所以我沒有秀在這裡 但是你可以參考simple linear regression那個建構的概念去瞭解 這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模型你可以看到它的r平方就是我的r2是0.712 那意思就是說這個模式解釋了71.2%的variation 那它的校正r2是0.709,所以也蠻高的 那根據我這個table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回歸線 它是-42.57加8.02X1加上0.58X2 這就是我根據這個資料所建構的回歸模型所估計出來的這個mean response的結果 那同時你也可以看到每一個係數自己的檢定 它是在檢定那個係數到底為不為0所對應的p valu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發現擷距還有兩個邪率 β1和β2的邪率都相當的小 所以這三個參數,β0,β1,β2 基本上你都可以想像成是顯著不為0的參數 那同時你會看到有一個anova table 這個anova table就是我們在講的你檢定整個模式有沒有用的p value 那它的test statistic就是那個mse 除以上mst 算出來是mse分之msr算出來是244 所對應的p value是10的-54次方 相當相當小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個table裡面會report兩種test 一個是在檢定各自係數是否為0的檢定 另外一個是在檢定模式是否為有用的模式還是沒有用的p value 那這兩個p value在simple linear regression之下 我們之前已經秀過是一樣的 但是這裡你可以發現雖然都很小 但是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檢定模式有沒有用的p value是10的-54次方 然後你在檢定x1或x2的係數是否為0的係數 一個是10的-9,一個是10的-15 都很小但是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意思是說t-test跟f-test在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之下 是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基本上是因為我們在做不同的事情 那根據我們得到的這個配置出來的回歸性 我們就可以做以下的解釋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性別的係數是8.02 它的p value相當相當小 所以它是一個顯著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性別對體重是有顯著影響的 這個顯著是因為我去做過檢定 所以我可以這樣下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 在控制其他解釋變數的影響之下 這裡所謂的其他就是在身高給定之下 那同學稍微記得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有強調一個重點 在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和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細數的解釋的意義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比較嚴謹的解釋應該要說 在其他解釋變數的存在影響之下 控制之下 男生這個性別 平均男生比女生多8.02 這個8.02是指在其他解釋變數 身高存在之下的平均效果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身高對體重是有影響的 就是我的X2 在性別控制之下 我可以說身高平均身高增加1公分 我體重會增加0.58公斤 所以我可以做這樣的結論 而這樣的差異是打顯著的 因為我的PPL也相當相當小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用這個例子我們來了解一下 不同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和simple linear regression的 細數的差異 model 1就是我們剛剛在這個資料裡面 得出來的配置的結果 model 2是剛剛在講finery X 我們只用X1所配置出來的結果 那你可以發現 這兩個模型做出來的差異是相當大的 那最主要的差異就在於我的模式 一個是有X2一個是沒有的 你可以發現我的R2是上升的 R2從0.61 當我加入一個X2進來的時候 我的R2從0.61增加到0.71 所以這是上升的 那這裡的Adjusted R2也正好上升了 但是這不是一定的 但是R2的上升是絕對的 因為解釋變數越多的時候 你的R2一定會增加 那再來你可以發現一個重點是 X1的係數有很大的差異 在model 1裡面 X1的係數是8.02 但是在model 2裡面是16.87 所以根據我們過去的討論 你就會發現 原來不同的解釋變數存在之下 是會影響解釋變數對Y的影響 那根據我們之前講的材料 你就可以做一個結論是 其實X1跟X2之間 應該是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性 導致解釋的那個交集的部分還蠻大的 解釋那個交集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的β跟γ會差很多 因為如果今天X1跟X2是獨立的時候 照理說這兩件事情 我應該期望上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也就是說我的model 1的X1係數 和model 2的X1係數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這裡很明顯有很大的差距 我也可以推測說 基本上X2對我的Y是有顯出影響的 那從直覺上也對 因為我的X2是身高嘛 身高對體重本來就是有影響的 性別對體重也是有影響的 性別跟身高本來就會有一些相關性 所以同學可以從這樣的概念去理解 model 2跟simple的差異在哪裡 那最後一個要講的就是 模式的選擇 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永遠會有選擇模型的問題 因為這麼多的解釋變數 我不見得要全放 我可能放兩個 可能放三個 那我到底要放幾個 那就是我該怎麼樣來做這個決策 我到底該選哪一個是比較適當的模型 來解釋這一筆資料 那就必須要有一些指標來幫助我判斷 那我們過去講過幫助我判斷 模式對資料解釋力的指標 我們想到的就是 R2跟Adjusted R2 R2本身反映的就是 模式解釋資料 Variation的那個百分比 但是我們之前講過 如果用R2來選的話 你永遠會選到 變數最多的那個模型 因為變數增加的時候 R2一定會上升 這是一個數學的結果 是跑不掉的 所以 雖然R2有一個很好的解釋能力 但是我們並不建議 使用R2來選擇模型 所以你如果是要比較模型的好壞 比方說今天我們有兩個模型 Model 1跟Model 2 一個裡面有放X2 一個沒有 我到底該選這個還是這個的 到底該選Model 1 還是該選Model 2的時候 我們比較好的選擇方法 是透過Adjusted R2來幫助我們做選擇 所以根據剛剛的分析結果 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R2當然是一定上升 但是你經過校正之後 你會發現Model 1的Adjusted R2是0.709 Model 2是0.608 還是有一個顯著的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就告訴我說 即使我校正之後 Model 1還是比較好 所以在模式的選擇裡面 這兩個模型我就還是會傾向選擇Model 1 但是如果你的理由是用R2的大小來選的時候 那我就不相信了 因為Model 1的解釋變數本來就多一個 你多了一個解釋變數 本來就要多一點解釋力 所以這個東西你必須要納入考量 這個比較是要在一個公平的基準 所謂公平的基準就是去處上 SSR的自由度來做比較 所以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發現 幫助我們去判斷Model 2是比較好的 是因為其實在做Model 2的時候 我的Beta 2的檢定也是被拒絕的 也是被拒絕的 你看我們可以回去看一下那個分析的結果 在Model 2的分析結果裡面 我們report了每一個係數 所對應的檢定的PV 那Beta 2的PV相當小 10的-15字方 意思是它顯著不為0 所以你可以這樣解釋 就是在X1存在之下 AX2都還有顯著的影響力 在X1存在之下 AX2都還有顯著的影響力 那我當然就會傾向使用Model 2 所以其實有很多方法來幫助我們判斷模式的選擇 一個是透過檢定 另外一個是透過Adjustice R² 但是重點是請不要透過R² 來幫助我們做模式的比較篩選 因為變數越多 R²一定會越大 而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